这位学生他是没有做跨校选课的一个部分 有关相关案例的这些的课程呢 我们全部都改成线上 而且是远距的谈性的一个课程 那我们是在3月30号的时候呢 我们接获了相关的一些通知 那么我们在这个接获通知之后呢 我们就马上启动了后续的几个座位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今天跟明天的课程 有关相关案例的这些的课程呢 我们全部都改成线上 而且是远距的谈性的一个课程 那第二个呢 跟这个案例比较有接触的一些学生 我们全部都已经移出了宿舍 那么也都移到外面的住所 第三个呢 是我们在春节的期间 我们会做全校的打消毒 那我想我们校长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呢 一直带领着我们在防疫 做很多积极的一些作为 那今天这个个案的一个出现呢 我想我们会继续的这个 配合CDC后续的一个防疫的一个 措施 那么我们也鼓励 也在这边呼吁全校的教职员工生 可以戴口罩 请洗手 注意自己的防护的一个措施 谢谢大家 目前了解这个学生啊 就是他有一些出国史吗 或者是说有没有跨校前线课程 没有 刚才有提到说 近年两天的这个课程都改线上 是所有的学校 所有的这个课程吗 没有 是这个案例的这个 上课的这个课程 是全面改成线上的课程 因为师大跟台大跟台课大有三校联合系统吗 这个学生他有跨校到台大或台课 或台课大指标 跟各位报告 这位学生他是没有做跨校选课的一个部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